TES剑指S14 肉鸡难受到想哭 那赛事一减限定回归 各解说狂呼尽兴 九哥哥直播放炮庆祝 不用再低调 直接就放炮 究竟是谁要告别世界赛的舞台 黑哥吗 生死局选黑哥 又是折地打侠 感觉微博的阵重怪好了 上一把就是折地打侠赢了 这个折地打侠感觉有说法 要给侠选一个辅助 米溜嘛 米溜很不好感觉很差 米溜这一点 米溜不如玩派克 米溜啊兄弟 假的我看米溜假侠 听着都垃圾啊 不是打野炫什么的 有斯卡的 是不定了 决生局的顶级英雄 蝎子 蝎子可以 蝎子行 这杰杰吗 生死局选个蝎子 杰杰 感觉感觉是杰杰啊 生死局选蝎子 但我感觉蝎子这个英雄 真的很拉呀 哇格温 温居好啊 温居很好啊 但是为什么套活不搬呢 搬了个奥温 我能不能进击到下一轮 我把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记性 啊斯一姐 他回来了 兄弟们 赛哥加油赛哥 相信你赛哥 这个格温 没毛病 我只能说这个格温没毛病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左边全是玩具 阵容怎么看 微博的这个阵容上线很高 军事与动还很厉害 容错率很低 但上线很高 尼泊温居加油 到底是抖一键还是斯一键 就看这把了 这把主打的就是一个字 两个字 尽性 这位微微 出了一个奇章 哎 有机会 学生俱乐要来点不一样的 给你上段强度 鞋子还在刷 我已经到了 打个闪现 怎么说马克也交闪现 血断着我 两个闪 找鞋子的位置被看到了 竹链干事情就没有顾及 这把激阵的对线 对的比之前要好多了呀 看来还是点完撒谎 直接动龙 利用下路线权直接动龙 这边的话 刘青春绕过来 卡住视野 哎 拱上来 拱上来 技能全部给到了 直接小天拿下 小虎一线接小楼 不让飞雪 nice 刘青春 这波绕绕的好呀 好你哥 刘青春 刘青春的辅助 真是亲爹呀 好刘青春就是爹呀 真是我兄爹 这就是连锁反应啊对吧 打野先去下路抓了 逼了你双刀之后 你下路不敢追 哎 逮到了 马克直接 顶 卧槽 卧槽好推送一剑 没用死 卧槽 这面伤害 低伤没够 小虎省大招了 你们知道吗 这面抬回来 切到这边 没有办法闪现钩 小虎省大了 马克感觉该死的 小虎打完没用 小虎可能自信的 感觉必死了 就没用R 不着急让你先封先打 4000多的鞋 你打不完 不打4000人啊 很多人都没技能 见识一下我的毒刺 拖塔里天王 帅 蝎子 怎么改一个人走蝎子两 我去 但奈特这边也吃了杜尘 所以总体来说 大家都能接受 都有更美好的明天 而且的话这边小天是 散线绑 接下来的五分钟之内 Vibergaming没有事儿 无效死亡这边 纯无效兄弟们 他们是亏竞技来打的 这边小虎中路接完线 有TP的 想强行吃这个 打敌的话 要造纵啊 这种情况 隔温真不能回啊 很难受啊 要不要保杰克吃这层呢 没有现在保 嗯 杰克 这把能赢吗 杰克 要直接往后走啊 杰克 有TP想保 半天飞 飞起来 刀勾到 呃 我操江城路 刘青松的技能好稳 等你技能全部就要完 我操 太对了 这哥们 这边是集四人之力 杀掉了杰克拉五 好狂啊 玩的杰克拉五 这波 还不走 还在那里玩 哥哥 这波抽了 他能打出卡莎那样子的 翻盘局 也会这样的暴毙 这很正常 这就是杰克 只准他 只准他 我只看着他送 不看着他carry 这波让格温刺了个头 格温是这把定时炸弹啊 这位蝎子趁势直接过来偷龙 1800打完了 蝎子先走 蝎子先走 不走再也走不了了 宫女这边闪现台 一个大招拉住 这边想跑 跑不了 直接被泽力打死 泽力 看懂了 灯黄的泽力是 稳住然后捡头 然后打团carry 根本就不是来打对线的 每次都能捡到头 感觉灯黄 用右边这三个c打到后期好猛啊 微博G这个阵容 现在只需要发育就行了 但是涛博这个阵容只发育 够了得找机会 从现在开始不给微博G上压力 还是每条线都在很熟悉的发育的话 就很难打 真要赢啊 微博 我跟你们说了 军事局或者优势局 微博的阵容很厉害 微博现在是优势局 但是这二阵风可以不打 你们觉得呢 微博想接吗 其实最理智的一个情况是不接 但微博选择接 这个拉有点草率吧 没什么用啊 卧槽完了 这部套博要爆炸 好像爆炸了 套博这波 杰克直接闪天走 这先锋是谁的 先锋好像被天打下来了 外卧的这边拿命剪 然后这边小炮点死了杰克 然后这边天 打死了外卧的 再点灯过来 直接跳 连这里也送了 怎么就做传输猛过来了 哎完了 卧槽 跳招 说话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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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鬼 小虎 我的超人 小虎也太猛了 这小炮 狐狗 这才是国产地中弹 要我是超小炮 亲要出海妖 超虎大将军 再看看刘青春那个开团 兄弟们这比赛也太激情了 又是犒劳自己的时候到了 上月自从分享了斐济杯这个大宝贝之后 评论区和私信都奇怪了起来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真有很多朋友需要这玩意 虽然嘴一个比一个都硬 但我只能说 同志们这些年辛苦了 压力一个比一个大 多余的关心我给不了 宝贝我放到评论区了 是时候为自己释放下压力和焦虑了 不过也要是多 频率太高可不行 如果你是超人 那只能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 怎么要放这么多把小炮呢 你是不信任小炮 还是太信任鸡针了呀 鬼鬼 这种小炮能一直放啊 就离谱 我为我前面说的 涛博做BP不投铁 感觉是得道歉的 这还不投铁啊 这小炮 我说实话 这种小炮塞一把 你就得马上把它按掉 你让它塞三把 微博要挺进下一轮了 微博 天 我的天 二叔倒了 二叔 天 what are you doing 不是 波波抓猪啊 不是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天亮 你拉个猪妹是什么操作啊 谁教你玩蝎子拉猪妹的呀 你这个阵容还秒不了人 关键先生 为什么又给JK拉我选了把侠 JK拉我这个 BO5是不是输的局都是侠 我吃起力啦 卧槽 nice 卧槽 哥们好激动啊 我现在还需要低调吗 这咋玩啊 这吧 完了盾被破了 太细了 卧槽 这波如果小虎 我知道这波小虎 如果用大招把他一打断了 我愿意称之为绝杀 可是小虎没有这样的想象力 不认可 我不是 我不是不认可他 做不到啊 我是不认可他都没这么尝试 这他妈的放个大怎么了 小炮大招又不要钱 哪怕他这波推推棒了 又有谁会怪他呢 没有风险 只有收益 这边直接开始偷大龙 打的速度非常快 小炮这边两件啊 没反应过来 高天亮逼了 大龙没了 高天亮 卧槽 闪现救赎 没有救赎到 又死了 银钢四 完了 恭喜微博季成功停顾下一轮 老高也得无一生还的 大叔二叔都倒了 我大胆预测 如果要是按牌来算的话 下一个倒的 就 懂我意思吧 你们懂我意思吧 哎呦 蝎子太没用了呀 这局不是蝎子的问题吗 他非得去拉了一个逼他妈的打野 拉过来个满血打野 猪妹反手一个大 打两个 团直接崩了 你看就 OK认可 认可 哇 抠头 抠头 满面无赖 抠抠彼此 形态打击 大招送你回击啊 GO 奥姆 这位的 CX GO 上场 OK认可 认可 我就说你上波在干嘛嘛 大招打断沙皇的一都不会 小虎的小炮玩的真的好啊 但是问题他玩的那么好的情况下 为什么爸爸的玩到小炮了 哎呀 其实吧 你这几把看下来 感觉涛博也没有说输得很可惜 感觉看起来确实是微博打得更好 具体你要说哪里打得好呢 我觉得是中路 就包括输的那把 其实狐狸打杰斯那把 狐狸也是抱来杰斯的 只能说后面 送多了 没了 差不多了 怎么做 准备好了呗 差不多了 又没了 高天亮 直接大招 没有 啊 啊 啊 猪女没大 我操 送了一个 小龙感觉也没了呀 没事 这真还好 有人在都 小虎在都 小龙给了呗 要不 WPG 给小龙的小龙对中路 我觉得可以呀 有没有想到了 但是赖的怎么办呢 赖的叫闪见拉扯 哎 一撞墙了 一撞墙 别 这 我不知道微博 粉丝现在什么感觉 我现在作为一个中立人 我看到套博 在追着微博杀我 这嘴角在抽搐 怎么说 再拖时间 过来还想打 快要进TP后面了 小胞要过来吧 这就是格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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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完了 是一捡 韩一捡 给我捡 啊 啊 仅减了一半 有晒的格温 我操 说实话 这一天我玩的 能穿双丝都带秀啊 兄弟们能穿三丝啊 上线是真的高 20分钟前没搞死这个格温 肯定无敌的 他已经不想玩了 绝对不想玩了 想直接睡着哦 你看我是不是很中立 哪边杀了我都在欢呼 我哪边都在欢呼 那我肯定像串子呀 你们现在这些人心太黑了 我就是在纯粹的在看比赛而已 还有人能站出来吗 是吧 但是我看到小虎这个装备 我都怕呀 银血训刃海妖 你把大剑加个水银 17级 杀王刚才15级 我现在就往你脸上跳 我就往你这个B12级的脸上跳 你能拿我怎么办 你还把我秒了 你秒给我看看 打野9级怎么了 他跌17级 你明珠11级了不起啊 我跌两怕把你轰了 我辅助9级怎么了 小虎别塞了妈妈怕 这虎大将军的小炮也太猛了 我看看明天EDG敢不敢放 来了 打团 微博冲 这波得打团别打龙了 还想拼城吗 微博不是不拼城吗 这下 出击 哇 刘青松这波开的又可以 打起来就赢 打起来绝对赢 你相信我 好乱 这个局面好乱 到处都是人 人 屏幕外面到处都是人 要 全都是人 翻山 这个W没有达不到杰克拉伍 杰克拉伍还想操作 没有操作空间了呀 这边小炮直接TP过去想杀杰克 没有操作空间 没有没有机会 直接被小虎点死 电龙魂一吃 游戏结束 拿下电龙魂 大点声告诉我 电龙魂的胜率是多少 百分之百 现在能狂吗 嗯 现在能不能狂 还要低调 不用低调了 直接放炮 害他把低调 电龙魂都拿了 大龙都拿了 经济一万多 直接就放炮就行 直接 订票 这版本不是没结束吗 这个又不是谁赢谁去世界赛 谁赢谁去啊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 谁打一击谁都能赢吗 你胆子有点大呀 你小心被神罚 我怎么说 你写的定调 不用低调 小虎 直接把春歌业出了 完全不给机会 不要去世界赛 前有中亚加女妖 后有复活甲加水银 玩的就是稳健 没办法 需要安全感的嘛 这种局都很爽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一般这种局 我就疯狂上嘴脸 我每个比赛英雄 都有一套上嘴脸的方式啊 真的 我不骗你啊 那时候 刷到16级 然后去上播嘴脸 游戏结束了 我操兄弟 就是你刷了30 你懂吗 你比赛刷了30分钟 在那一刻之间 削泄出去的那种快感 啊 那种精神上的愉悦 卧操 来 闪下 拉 若水银行 永远 招呼水银用 招了 招呼 招出去了 还行 招出去了 等话 我听说招呼的很关键 我已经打完了前面 我又哲力 杀完了 赖特 登泽波打了一万输出 我看出来了 真一万输出 我照 登泽波 穿穿穿穿穿穿 感觉打了一万输出 完了 逃不回家了 差不多就到这了 恭喜 微博gaming 请进 世界赛 我们韩国见 拿下 放炮 不带低调 先看那个握手吧 招呼 可惜了 感觉招呼 对为了 像是我去年在威武的局 招呼好像凌输了三个 六 结束了 好痛苦啊 这种输是 无敌痛苦的输 我跟你们说 激哥要哭了 激哥我凑不了了 激哥要哭了 激哥 激哥没办法 今年咱不是有大黄吗 也可惜了 没办法有大黄 你去也没用 激哥 咱就不去了 放假了放假了放假了 大黄 还贪作在这里 收东西走 愣着干嘛 放假了还不开心吗 收东西走了 电子经济这东西就是成王败后啊 我没怎么哭过 我一般哭都从来不是因为输了哭了 在我这里就是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什么借口吧算是 恭喜微博gaming请进下雨 和EDG争夺最后一张门票 不用再低调 直接就放炮 放炮 死啊 恭喜微博gaming 恭喜微博也恭喜涛博放假 从S10至今年年银河战舰 年年冲冠配置 但年年沉船 只能说这就是涛博哥啊 毁灭吧 烦了接下来就是最后的狂欢了 锁定今晚 关注我持续收看 各视角的精彩解说 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 三连支持一波呀